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收聽今次的致力更新 這個新節目 在我們的網台我們請了好幾位嘉賓 我相信大家都很認識他們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中原 大家都知道中原過去在原網台 有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叫做《不來處的真相》 我先請中原跟大家說個嗨好嗎 各位網友好 我是中原 大家都聽過我的聲音了 這次原醫生請到我來講一個題目 我自己也挺有興趣的 就是婚姻已死 我自己對婚姻也有少許的看法 或者我過往也曾經 在婚姻、戀愛、愛情 有做過一些研究 或者是搜集資料 想今集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婚姻、法律和兩個人的情感 這三者的關係 以及我們在法律層面上 究竟如何去看自己的婚姻 如何去保障自己 繼續留意收聽 還有我相信大家都認識他們 就是李永康 李永康過去和阿金 在另外一個節目 叫做《香港出路》 做了差不多4年 李永康 多謝你歡迎你下次參加 你好 很久沒見 我是李永康 我是一個工廠 即是俗稱的廠佬 我主要負責大量生產 你可以說到的東西 我都懂得大量生產 以及我是一個 international trader 即是說 我可以將一件事 由概念 變成真實的貨物 由一個地方 到別的地方 這兩件事的經驗 可以幫助我 在這件事上 從技術層面去解決 不是從感性上去解決 例如婚姻 你愛不愛我 我愛不愛你 當時你怎樣的想法 我就不是看這件事 我就可以在 就算你們兩個人有討論的時候 我可以看你們兩個人所說的說話 即是說Statement的證供 我可以幫你去釐清你們兩個人 到底可能你們兩個人在爭論的事情 根本是有出路的 你以為你沒有出路 但其實是有出路的 所以我就在香港出路 主要是負責這些角色 謝謝你 金銘言 阿金 毛門的主持 我會用毛門的方式去看問題 簡單來說 當我們說婚姻已死 我們要定義了什麼叫婚姻 怎樣死化 即是 婚姻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要搞清楚 否則你解決不了 對嗎 明白嗎 我想在今集裡 要釐清 你可能說是我的觀點 沒有需要一定認同 但我會從 那個定義那裡 再去看 婚姻是什麼一回事 那你明白婚姻是什麼一回事 那就好處理 是不是 就不是說愛到要生要死 那怎麼搞呢 你說如果這樣 你搞不清楚 你是解決不了問題 多謝你 我們都聽到我們四位男士的聲音 當然 婚姻不只是男人的事 也和女人很緊要 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們很榮幸 請到我認同一位朋友 Farida Farida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Farida 我的背景 我是會計師 所以我對於數據 分析 即是一個分析員 希望可以做到一點 袁醫生就說 你最近幫我做過一些research 不如你來講一下一些research 一些information 當然婚姻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件大事 是我人生裏走不掉的事 我希望可以有一點貢獻 好了 那你的題目就是 婚姻已死 什麼意思 我記得很多年前在大學的時候 他們說God is dead 即是神已經死了 那時有位很出名的教授 我大學的教授 Dr. Hamilton 他說神已經死了 但這次我們不是說神的死亡 我們是說婚姻的死亡 首先跟大家溫一溫 最近香港傳媒有很多宗的報道 過去是沒有的 是有什麼報道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最近有很多很多 一宗一宗很突出的報道 對 嚇一下頭版 對 就是 就是 打那些 離婚案 不是離婚 就是打那些善養費 是的 在離婚的善養費裡面 是作出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銀碼的判 那個 那個 最新的那個5億 是的 最大單是 記不記得多少錢 十二億 十二億 那單 剛剛有單最新的 是 是 即是三月份的時候 美國經常大忙 要打這個訴訟 即是打這些分家產 即是離婚案 是的 七百多億 是 七百多億港幣 分一半 可能有需要分一半 是 成為歷史上最高 其實很多單 很多宗 剛才我所說 香港的十二億 應該是香港的最高 最近有一單是 五億 五億多 是 還有 之前還有 有幾關 大單的判案 娱樂圈 娱樂圈 那些就自己協議了 那些都是 銀碼很大的 都是很大的 馬上買屋買車 即是一個銀碼很大的 離婚的結局 其實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還不明白 為什麼會突然間 香港有這些 這麼大宗的離婚 我們叫做 判案也好 Settlement也好 為什麼會突然間 最近的事情 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為什麼突然間 有這件事出現 好 那 Dr 我們還沒說 這個 topic 我們要先搞清楚 你說婚姻已死 那什麼叫婚姻 就是婚姻的定義是什麼 這純粹是我的觀點 就算聽眾 我就建議 聽眾也不要用 一聽了就相信 你也要自己去思考一下 以及觀察一下 這個純粹是我的定義 那 婚姻通常做些什麼 有張合約 即是有張婚書 是現代的 古代就不是這樣 是的 我講現代 有一張結婚證書 有個見證人 無論是律師也好 牧師也好 你也要有個見證人 有雙方家長 或者親友 有個日期 然後雙方簽名 我看這些事情 跟買屋樓沒有什麼分別 跟合約來說 真的是一份合約 那婚姻是一個合約 是的 為什麼會 在我的觀點看出去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些婚姻的出現呢 這個合約出現呢 其實 聽眾聽過我們無門的節目 也會了解 男女雙方 是源於一個傳宗接代的需要 說到底也是這樣 有需要就有交易 很明顯是一個交易 從我的觀點看出去 有交易就當然是有合約 那些事情 那 就會衍生這些 這些程序出現 總之 我看為 純粹是一個交易 沒有分別 人與人之間 一個一男一女的交易 很明顯是 現在這個 我們現代的婚姻情況 是這樣 如果你說長遠那些 當然不說 現在的法律 很明顯是源於一個交易 這是其中一個觀點 但用另一個實際需要的觀點來看 用管理的觀點來看 假設你是一個地方首長 不論你是皇帝也好總統也好 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你如何很有效地去收稅 第一 你一個地方最有效收稅 最好是收戶口稅 我不管你家地有多大 你家屋有多大 你家屋有多大 一個戶口便跟著你的財產收稅 最容易可以組合戶口的方法是 婚姻 有家庭有婚姻有戶口 戶口便可以很容易收稅 所以最贊成婚姻 最渴望保障婚姻這個機制 繼續走下去的 有兩個最大的成員 一個就是教會 一個就是政府 中原用我比較感性的角度 或者是愛情的角度去看 其實婚姻是什麼呢 如果是兩個人互相相愛 他們覺得需要共同建立一個家庭 他們自然想在一起 其實原則上 如果我們是一個很小的社區 如果也是沒有稅收的 或者這個體制是一個互助的形式 我們根本不需要有什麼戶口 又要被人抽稅 純粹兩個人很簡單相愛 想在一起 這對我來說 這就是婚姻的本意 但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 政府需要抽稅 律師需要賺錢 所以婚姻就變成了法律 或者在政府體制裏 他們需要監管 或者操控的地方 因為他們要核實每個人的身份 假設你是一個村子 我想建一條路 一條路失修 要有五個戶口 有五家人 如果沒有婚姻 很難找到人 又可以找到錢 去夾錢 去建立這條路 但如果有一個有效的戶口制度 有效的查冊制度 很容易找到這五個人 即是不論是男好女好 我以戶口來評分去計算 很容易 很方便去管理 所以婚姻其實是一個很有效的財務本理機制 作為一個女性 我用我感性的角度去說 因為我自己也有過這個經歷 我們會看 我很有安全感 我希望組織一個家庭 我有子女去懂什麼 這是一個很感性的角度去發表 我不同男性 只是很理性 也不是感性的 你這個說法很實際 是不是 女性要生小朋友 誰要照顧 誰要養 以過往 香港經濟沒有那麼發達的來說 或者過往中國歷史 男的主外 女主內 是不是 她沒有經濟能力 照顧小朋友需要很多資源 需要一個男性的輔助 就是養妻活兒 就是要靠你的男人 所以需要一個組織一個婚姻的家庭 我不是家庭 我就是用作為遊戲規則 就是你如何定義遊戲規則 我們就叫做家庭單位 就像李永康所說 家庭單位始終比個個別單位去追溯 家庭單位不會爆發出去 在李永康這個管理的角度 就是政府要方便稅收的角度 以這個家庭單位是比較容易 就是說我講到底 就是那個項目在哪裡呢 就是 都說了 我們在無門都有說的 就是有需要就交易 就是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需要 很多都是一種需要 那就是女性需要安全 需要保障 就直接很實際 大哥 就是我生了一個小朋友 你這個男人走了 我又沒有經濟能力 那又如何生存下去 過往我們中國 女性教育不高 所以會衍生這些遊戲出來 就是要虧 其實婚姻是甚麼 虧限過往 就是虧限你男人 判親都說男人比 現在可能有點不同 我還未知道 一會兒再探討下去 大家要先明白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的觀點看起來很明顯 純粹是解決一些需要 這些事情 我中原看到 其實幾位所說的話 我也認同 好像Varada所說 她是從一個感性 情感的需要去說 原來整個婚姻的核心 或者動機 就是因為兩個人相愛 想延續自己的愛情 有下一代 以及有一個家 有一個安全的感覺 這就是婚姻的動機 或者她的信念 但如果我們進入這個遊戲之後 我們要養妻活兒 我們可能要夾錢去收老 我們要給錢 衍生出來 原來婚姻 我們要玩這場遊戲 不是純粹兩個人相愛 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合約 有一個制度 或者有一個監管 令你們兩個人玩這個遊戲之餘 你又要照顧其他人的需要 例如政府的需要 那條村起路的需要 或者一些律師 他需要幫你簽離婚證書 要簽結婚證書的需要 這麼快說離婚嗎 我可能不理會 希望聽眾聽到 原來離婚或是結婚 是很源於兩個人的傷愛 或者他自己在愛情裡需要去到一個階段 但我們要玩這個遊戲 我們必須要想起其他人 或者我們在這個圈子裡生活 我們不只是自己傷愛 就這麼簡單 我們要收窍保老 我們要養活一班 在這個行業裡賺錢的人 或者衍生出來 或者擺酒 攝影婚紗照 在這個行業裡賺錢的人 有一個看法 我不建議 就是我自己 我不建議 用一個愛字 你知道我和James James是科學頭腦的人 愛情是一種激素 每一種都是要說定義的 我也同意他的做法 其實我們很多人不太明白發生什麼事 當你說愛 其實大多數人說愛是需要多些 就是我需要對方 有需要就去滿足 做這些事情 如果想知道我們怎樣看愛情 聽回毛門 阿金和James說的那一集 原來愛情是一個生理激素的需要 釋放出來 就是它是傳宗節代 但是我們今天回到主題 就是要說婚姻是什麼 所以就會衍生婚姻 這些遊戲出來 我們看到婚姻原來源於兩個人的傷愛 接著我們加入這個制度 要去照顧其他人的需要 政府的需要 收窍保老 好了 那現在的婚姻發生了什麼事 究竟是 現在香港的婚姻的現況又會是怎樣 大家有什麼看法 最近我們在報章上 看到很多單的所謂離婚案 其實大家都知道 離婚是每天都有發生的 過去都很少報道的 報紙不會說哪家離婚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不只是說離婚 是說離婚之後 他們所做出來的離婚要付出的代價 最明顯的就是 那十二億的離婚官司 當你說賠十二億之前 我說婚姻已死 我認為從來沒有生過 這麼累 對呀 因為我提出的觀點 那個定義 男女存在一個很大的需要 那 你創造這個遊戲 因為也是 有需要就有痛苦 為何這個婚姻 純粹是一個遊戲 為何說未生過 因為大多數人 純粹是一個需要為出發點 那你滿足了的需要 需要就很無忍 就是需要是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 你是一定會很無忍的 大多數人 所以為何會去看看 現今的婚姻 出現這麼多問題 是不是 是吧 那離婚 是吧 也很多 有些叫一婚 一個非正式統計 我自己 十個老友 九個九 都說 後悔結婚 那我說 為何你會後悔 真的很明顯 你需要滿足了 當然是很無忍的 對著老婆很無忍 一個人都是這樣 這個是實情 好 我想聽聽Foreida和李永康 你對婚姻已死的死因的看法是怎樣 如果是這樣看 婚姻 其實現在人們處理科不對版的方法 很快 果然是一個廠佬的角度 看這件事 即是怎樣 我不理你 你對於伴侶的要求 你當然對你的伴侶有些要求 那當然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 但結婚之後 可能是他做足你的要求 但他的要求和你心目中的要求不同 即是貨不對版 即是合約條文 雖然是清清楚 但結果是完成不了交易 滿足不了的需要 結果唯有是退貨 或者是申請回錢 即是你現在的合約是不成行的 只要處理合約 就是把合約由留一分為二 兩方面是處理好交易成本 然後繼續去做另外的交易 好 李永康很有趣 李永康說得 我覺得為何婚姻已死 其實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很想在一起 從心出發 到要死的時候 可能我不知道每個人的關係有多長 有些長有些短有些很快有些很長 我想其實在中間的過程中 大家都沒有很努力去維繫婚姻 只是很自我 其實現在的人變得很自我 我只顧著我自己的需要 老公就只顧著老公的需要 老婆就顧著老婆的需要 我們有沒有想到大家的需要 而是大家到了一個發生階段 已經不願意再去維繫 我突然想起一件很有趣的個案 其實是兩方面 每一個人都有要求 其實這兩方面是不重要的 是如何處理你兩個人的要求 例如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案 一層樓 三層的 三家不同人 三家不同人 這層樓外場要裝修 選擇顏色 三家不同人 三家不同顏色 你怎麼投票都投不了 就算你小眾服從多數 結果僅有一家人 或者兩家人很不滿意 或者兩家人合起來 又令到那家人接受他不接受的顏色 結果你無論是用什麼方法都搞不定 我發明這個方法很容易 就是很簡單 三家人 你將顏色 例如紅茶碗和青藍籽 你不是選擇要什麼顏色 你選擇不要的顏色 就剔掉它 結果大家三方面 剔掉那顏色 那就無法爭辯了 結果就是那顏色 結果三方面 不會完全滿意 但又不會完全不滿意 中原嘗試用我自己的身心靈角度去看婚姻 其實大家進入婚姻的撤核點已經錯誤了 因為他們覺得婚姻在別人身上 拿一些滿足感 或者由他身上滿足我自己的需要 譬如他供養我 他要英俊 他要愛我 他要對我家人好 其實他們覺得婚姻是保住自己身體上 或者是生活上不足的地方 對我來說 無論是愛情婚姻也好 是將自己擁有的東西 去和對方分享 令到這個結合 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 但現在很多人的婚姻觀念 就是我在身上你拿些東西 你在我身上拿些東西 情況就像奧修所說 如果兩個黑衣大家都在對方的盤子拿 你會發生什麼景象 大家都會爭拗 大家都會不開心 但如果換作大家願意 就說我在食物銀行拿幾個罐頭 你在某間超市後巷 收拾一些過期的食物 或者一些OK的東西 我們一起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一起分享 這樣的話 其實無論是愛情或者婚姻 可以繼續維繫 但當我們覺得婚姻是在對方身上 拿一些東西去滿足我 陪他供養我 他令我生活無憂 他給我愛的感覺 如果大家是以這個模式去做的話 婚姻永遠都是處於一個 你拿我身上 我在你身上拿東西 所以我同意中原說 大多數人現今說 就算在我們祖國的電視台 有很多雙看的節目 《飛城物妖》 《白女挑一》 《白女挑一》 《真愛妄》 《真愛妄》 其實根本是完全是錯的 對 你看到的 全部都在做一個交易 我要些什麼 我要些什麼 婚姻已死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帶著一個錯覺到進入婚姻 所以不要說婚姻死了 婚姻是未生過 亦都未死過 錯呀錯再再 你們結婚的切入點是不正確的 觀念是不對的 很明顯的 大多數人都說 是一個領域 好 那我們就休息一會 再和大家繼續 我們今天的過題 《婚姻已死》 我們是自力更生這個新的節目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大家回來 《治理更生》第二集的第二節 我發現原來我是這裏的少數民族 整天都爭不了咪 我正想說的是 其實我們這麼大個人 從來都沒有人教過我們 如何處理一段關係 我讀大學 再讀我第二個學位的時候 我都沒有學過 沒有課程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父母那一代也不認識 到我們這一代再不認識 到我們的小朋友那個年代 他們又怎會認識呢 一代全一代 因為他每天在家對著我們 就去相處處理兩性的關係 這是一個很大的課程 我覺得 現在我記得我自己的兒子 在學校裏面 都有一些叫做倫常關係的課題 這個可能屬於通識教育 希望我將來通識教育會說這件事 不是一般的 沒有一個學科 一般人也有機會學得到的學科 沒有的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可能要學一些心理輔導 或者那些mediation 這些調解員 他可能在這方面 會深入學一些 但我覺得這個成為 我們每個人的通識教育 是一定要學的課題 始終做人道理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你學業的成就和你將來的成就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分別在哪裏 是我們與人相處的關係 我們做人道理 是很可以決定我們將來成不成功的 好了 那婚姻方面 你做的那些方面有些什麼看法 大家有不同的見解 大家看到 阿甘從無門交易的垃圾 即是我只是指塵 指塵現今我們大多數人 他做這個行為 即是結婚這個行為 背後的觀點 其實是源於需要 OK 講得肉酸一點 因為這個資料不是我 是一位女醫生 在他本書說的 婚姻是一個男人的性交易 和女人的金錢需要 這個很赤裸裸 我也同意 但多數人背後 有些太過糟糕了 不是糟糕 他這個赤裸裸 這個對 那我又講一下我的女性朋友 來分的女性朋友 每個人都很厲害 三高 學歷高 收入高 眼角高 他們又不是眼角高 其實都很nice 但是他們真的 我們也在研究 為什麼我們會 婚姻失敗 第一個婚姻不行 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結婚之後 就什麼都不做 也不會顧對方的感受 也不會理會他做什麼 只顧著自己 或者把時間 等在一些子女身上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有什麼方法 令自己更加 aware 即是要 raise awareness 才能維繫到婚姻 所以我們最痛苦的就是 結婚當然是開開心心 離婚就非常傷心 這是一個事實 不要理會 誰對誰錯 什麼原因都不再重要 最重要是那個過程 另外接下來的過程 當然是慘 要分產 我想你等錢一起 你都沒有想過 原來有這樣的效果 大家曾經聽過 我們幾位主持人 分享他們對婚姻的觀點 大家都說 其實婚姻到底 是否一向是成功的呢 如果看回我們的數據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婚姻 由頭到尾都是失敗了 我記得幾年前 我在報紙看的 有一個報道 是說一個台灣的 一個社會學博士 他就向台灣的婚姻 做一個訪問 問題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從頭來過 你會不會選擇 你同一個人 做你的老公 或者做你的老婆 大家都想到答案 大部分是不會的 如果他重新來過 他不會找回同一個人 不會找回同一個丈夫 或者同一個媛樂的太太 我亦看到最近的很多 所謂現在的文明社會地方 的離婚率是很高的 我亦聽過有些說 差不多50% 一般是說50% 我亦都最近有些分析 其實不是的 通常如果你是 教育低 一早缺分 離婚率是非常之高的 但如果大家有相當高的教育 收入好 離婚率是比較低的 即60% 30% 不是我可以想像中這樣高的 而事實上 我們可以看到 在文明地方生活的社會裏 其實離婚率是很高的 很簡單 是赤赤裸裸裸 讓我們知道事實 其實我們這個婚姻制度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幾位主持都說 如果我們當婚姻是一個公平的交易 至少你發現 有些地方不是公平的時候 就要重新組織交易 這個可能是因為一般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直到租原 剛才說出來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對婚姻的觀點 由頭到尾的基礎觀點出現問題 導致我們婚姻失敗呢 很明顯 你純粹有一個需要做出發點 一定是不成功的 因為你需要不備滿足 你滿足之後 滿足有一個特性 你滿足之後又很無忍 對不對 那你一定會 如果你說對婚姻是完全 用一個付出的動機去出 那是不是呢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在多倫多生活的時候 我認識一位女士 是很漂亮的 一個混血而來的 他也有試過幾次婚姻的失敗 但最終他就跟我說 他說 其實婚姻其實是要滿足什麼呢 我叫做滿足每個人的 我叫做complementary needs 即是互補不足 互補不足 OK 始終你跟一個人相處 都是因為有些事情 那個人是能夠給你 你不是只是付出付出付出的 即是其實說實際來說 除了對父母對子女 大部分都是無條件的愛之外 其實大部分人的關係 其實絕少是這樣的 你跟一個人接觸 因為他有些事情 是滿足到你 或者你跟他精神上 意識上 或者intellectually 可以交流 這個沒有跟他喜歡相處的原因 或者大家喜歡做同一件事 有一個盤 其實可以這樣說實際來說 其實每個人的任何接觸點 都是因為有滿足對方 可以幫大家的需要 好了 如果我們認為婚姻是 一個complementary needs 即是互補不足 這個也是一個很對的 即是一個很合理的 到時你看一下 你能否找到一個人 可以互補不足 我記得當時這位 我朋友 他告訴你 其實你在大家 因為他失敗過 所以從中學到東西 他說很多時候 我們兩者之間 我們最基本的 我們叫做合身的價值 就不能夠有衝突 是絕對不能夠有衝突 小折就沒有問題 他給我一個好例子 因為這是一個越南的 英國的混血兒 但他說他很喜歡吃糖餐 他說他那個老公或者伴侶 他不可以在這方面 和我有衝突 因為對他來說 食糖測是很重要的 價值觀 小問題不重要 小問題大家可以 磨順他的 我們經常發現 很多時候的婚姻 失敗 其實一種這樣說 是大家慢慢地 是Grow away 即是Grow apart 大家有各條路 越走越分得遠 這又是一種解釋 為何我們會失敗 但事實就是這樣 由我們現在看的離婚 可以這樣說 我們目前的婚姻的現象 是表現大部分人的婚姻 其實都失敗的 就算不是離婚也好 就像台灣的研究顯示出 他們是沒有離婚 但如果他們從頭離過 他們不會找同一個人 問題在哪裏 其實我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就是 除了我們大家都要 起碼基礎方面 要了解 婚姻到底一回事 現在婚姻出現了什麼問題 最重要最重要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香港最近有一個新的轉變 這個轉變 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婚姻的制度 婚姻的關係 是一個很大的炸彈 是一個很大的毒藥 大家應該都看報紙人都看到 香港最近有好幾宗離婚的婚家產 是很大宗的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一個是12億 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香港是一個 比較上是 幾有名的家族 他也是因為一個婚姻關係 又打官司打了很久 結果又要分了很大筆 另外有一個 不僅僅是分了她的家產 以及要分了她的家 這件事很少人會知道 所以香港在中國 其實很多叫做富二代 富二代 上一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不僅僅是分了她的兒子 或者女兒 其實她可以追溯到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最近香港在婚姻法 那邊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件事 我想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這個轉變 我們希望可以重新探討一下 我們要一個成功的婚姻 成功的男女關係 或者家庭關係 其實我們是不是需要重新代定位 OK 好了 或者大家可不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香港發生過什麼事 其實香港的離婚數字都挺高 現在就是說 每三對結婚的男女 有一對半是會離婚的 而三對離婚的個案裡面 有一對是再婚的 有一對是再婚的 而離婚之後 一定會衍生爭取善養費 以及爭取賦養權這些問題 剛才Dotta所說 就是婚姻的訴訟案 離婚的善養費判決 亦都是在香港史上 都引起很大的迴響 那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在2010年11月12日 香港有一宗離婚的官司 叫做LKW vs.DD LKW vs.DD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說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自己都上網 可以找回這個官司 其實這個網 我們如何找得到 Berida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這個網 它是英文 叫做Hong Kong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它是一個 一個 Center 是 叫做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以及 Faculty of Law Hong Kong University 大家一起製造出來的 它主要就是想 去公開一個 獨立的 免費的 非牟利的網絡平台 讓大家有關於這些 關於這些法律的 information 在香港 如果你想去 www.hklii.com 我再重複一次 www.hkll for lucy i for iv 再一個 i for iv.com 你可以看到很多 information 它有很大的Data Base 我想提一提 Sorry 袁醫生 如果你想留意 關於Family 它有一個叫做Family Court 的連結 Family Court 就會連結你 所有關於Family Court 即當時的評判 OK 我完了 如果大家想詳細一點 了解一下 這個我們叫做 開先河的判決 離婚判決案 就在海上網絡上看到 這個案件是LKW vs KK 好了 這個案件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原來我們香港過去 在 Sorry 袁醫生 我想補充一下 我說錯了網絡的名字 www.hklii.hk 不好意思 是.hk 好了 在LKW vs KK 在11月11月2010月 這是一個先例 我們過去香港 在離婚的判決裡 通常用一個叫Section 7 Section 7 其實它考慮幾件事 作為一個離婚的分財產也好 或者安排的財務上的安排 這是過去的 Reasonable Requirements 即是合理的需要 香港過去一直沿用這個方法 那什麼叫合理的需要呢? 它考慮很多事情 考慮是雙方的收入 賺錢的能力 它的資產 以及它將來在一個不久將來 它需要的 經濟上的需要 去考慮 那它亦都考慮 就是大家過去 在婚姻未破壞之前 它所享受到的 那個 生活的質素水平 這個Stand of Living 也要考慮雙方的年齡 以及婚姻的時段 以及要看看雙方的精神 以及身體上的有沒有缺陷 會不會 最重要的是 過去在决婚的時間 大家有什麼貢獻 可以這樣說 考慮很多很多 也要考慮到 有什麼問題 情況之下 是導致婚姻破壞的 過去我們叫Section 7 這個叫做合理的需要的判決 香港一直以來 都是沿用這個方法的 直至到2011年11月11日 LKW vs.DD這個案子 整個遊戲規劑就開始改了 它就開始沿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Equal Sharing Principle 就是平均分配的原則 這個當然是沿用於英國 是有一個2001年有一個Case 就叫做White vs. White 在這個原則這個分配之下 其實香港當一對夫婦 一要離婚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開始 就要所謂用一個平均分配的 分家產的原則 可以說起點就是一半一半的 為什麼由這個新的判詞 開了先學呢 香港自此之後 香港整個離婚的氣候 那個判的方法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有什麼特別呢 這種法例其實外國也有的 英國也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 在外國是很多很多的婚姻的出現 或者離婚出現的後遺症很大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沿用這個所謂平均分家產 這種判決方法 令到整個婚姻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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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很不同的 那大家也看到 那最近我們 香港幾宗的離婚案 其中有一宗是一位七十幾歲六十幾歲的 一個老夫婦 都開始就要打離婚案 而結果他的那個判決呢 就是將他三分之一不夠 再要判到一半一半的 就剩幾億的 那我跟大家所說呢 其實香港現在的人類文秘地方人的婚姻 已經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困難 已經夠困難的 那幾年之間呢 我們香港呢 就出現了這樣的案件 可以這麼說呢 是去我們整個香港的 婚姻家庭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機制 或者那個institute 是全部 是扔了一個很大的炸彈的 那 好事啊 快點 令到這個制度崩潰 就好 扔了一個炸彈 是不是 就是 其實Dotter 你說這些 純粹是遊戲規則改變了 是不是 就是 本質也沒有改變的 都是交易告吹 過往可能分三分一 是不是 都是玩這些 就是玩需要的遊戲 是不是 現在玩到一半 那就更加令到 就是 我看得到 如果這個遊戲規則改變了 那會出現什麼呢 有錢人不結婚 是不是 不敢結婚 不敢結婚 當然啦 大哥你分我一半身家 我想研究一下 究竟現在 由以前分三分一 到現在 平均分配 這個轉變 究竟有哪些得益者 以及這個轉變之後 對整個婚姻 有什麼影響 大家又怎麼看呢 得益者是哪一個 我剛才說了 就是有錢的 不敢結婚 是 以前 過往 這個不是得益者 以前過往 受影響的人 以前過往 女性被認為弱者 是不是 男人出去賺錢 是不是 過往當然是說 如果離婚 當然是說 女性 當然是得益的 其實現在也未必 如果是軟飯王 或者男人 也不是軟飯 很簡單 我的老闆 全部都是女人 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我撞一撞面 老闆全部都是女性 女強人 全部都是 真的慘 男人都離開了 哪裏都絕了種 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幾百萬年生過千萬 你給他分一半 對於他來說 如果他明白 如果他知道 聽了我們這個節目 或者聽了我們說 真的會害怕 他應該害怕 香港人應該害怕 但很多人都不會害怕 不是 他應該這樣 這個條例沒有分男女 沒錯 絕對是 現在21世紀香港 現在的女性厲害 什麼行業都是 我老婆公司 很多職屍 全部都是女人 或者我再進一步 跟大家解釋 這個新的案例 背後會發生什麼事 在現時的新的離婚法之外 即是平均分家產的離婚法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想不到 譬如 如果那個人是 譬如 或者說實例 有一對夫婦 女方很厲害 很會賺錢 有很多間公司 工廠 自己有十幾個樓 但跟他結婚的二十幾三年 那個老公 從來都不做事 只是外面是搞女人 玩的 最近他們兩個要離婚 在香港最近的離婚案之下 他跟他結婚了三十年的老公 雖然從來沒有幫過家 過去就爛倒 外面玩女人 他是有權分家一半家產 現在香港新的法例 其實背後的現象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想不到 其實有兩個很即時顯現的效果 第一件事 就是律師可以多了很多離婚官司 可以打了 因為銀碼大了 第二件事 律師更加可以事務記大 因為兩方面的財務狀況 一定是完全呈現在律師行的面前 沒錯 更加容易 利益的律師可以如彩如愧 喜歡拿多少就拿多少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去做律師 無論你是出庭律師還是事務律師 你的師父 第一件事要教你 你打律師前 你不是看法律 不是看什麼 不是看什麼 聰明是沒用的 第一件事要懂得財務 懂得會計 看看你的客戶 可以給到多少錢 那當然是先拿一條數目 無謂浪費時間 第一件事律師的收入 主要是看客戶可以有多少錢 可以獲得大錢 沒錯 剛才鍾元也想跟大家分享 到底這個制度會影響什麼人 其實最影響的是結婚的人士 特別像阿金所說 如果他本身有很多資產 有很多財富 他擔心這個新的婚姻條例出來之後 令到他們的資產分配會出現變化 第二件事 受影響的人也包括了 就是在婚姻這裡 會進行一些法律人士 例如是律師 或者是那些訴訟的人士 那麼他在這件事 就會是一個得益 因為其實這個 被平均分布的判決 是令到整個離婚的交易費用 是增大了 那麼這些費用得益 去了哪裡 不是去男女雙方那裡 是推高了 就是他們這個打官司的成本之餘 亦都令到那些訴訟的人 他們的得益分多了 先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剛才中原所說 會有多了的律師費會高了 如果是一個合理判決的之下 其實這個世界上 如果是一些合理的 其實是不會搶的 就不用打官司的 是一個很不合理的判決的 法律的環境之下 你就會搶到你死我活的 最近在英國有一個離婚官司 兩方都是律師來的 他有1000磅的身家 他打官司打了900萬 900萬磅 剩下100萬自己的 那麼你想一下 我有一時經常這樣想 其實香港律師其實都很多 每年都有500至600 其實很多新批的律師 是可以這樣說 俗語說是找不到吃 但是香港有兩類的律師 一種叫做訴崇的律師 但是訴崇律師 香港可以這樣說 香港的訴崇律師的費用 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們在說 五千元一個小時 七千元一個小時 你打官司 起碼動不動 是一輪幾天 就幾十萬 你想想一下 我們香港人 用最低工資來講 你做一個月都不夠律師的 一小時 即是談一小時 即是談一小時 對 不用這樣 他沒有什麼具體的判決 總和你談一小時 就是七千元一個小時 你可以看到 香港現在出現這個現象 好了 剛才說 律師為何會有趣 因為過去 如果是一個合理的分配 其實沒有什麼好爭 因為reasonable合理 但是要一個人 肯去打官司 打到你死我會 其實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你有一個很不合理的法律 如果一個很不合理的法律出現之後 有一個人說 哇 可以利用這個法律 可以賺這麼多錢 你當然要去 好了 律師就說 還你 你投資我幾十萬 一百二百萬 你可以拿他二千萬三千萬 那我有製 你會去的 好了 如果被人剝奪 我們叫做合理掠奪的那個人 他會問你有沒有搞錯 我一定要打 搞錯 他在外面玩 去玩女人 經常都不離家 從來一毛錢都沒有給家 三十年結婚之後 要分給我一半家產 有沒有搞錯 一定和你死過 好了 我看到 為什麼剛才周元華 其實整件事 會製造律師 很多很多法律的訴訟 原因就是這樣 當我有一條很不公平的法律 出現的時候 就會引起雙方 有足夠的動力 是要他打官司 打到死的 好了 現在時間關係 休息一會兒 我們會繼續來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是 婚姻已死 唉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